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洗液出口 接建样阀 再生液入口 接抑制器再生液出口 肺液出口 接肺液管 灵洗液换 储存高浓度灵洗液 使用时将黑色电源线与发生器内部电源线连接 换头两个接口分别与发生器内部的纯水入口和灵洗液出口连接 排气口 连洗液发生器运输过程采用死堵将排气口堵死以防溶液泄漏 初次使用 先将排气口死堵取下 将带开关阀的排气管连接至平底排气接口 电源 电源线插口位于设备后部 适用于220伏普通试电 HAS232接口用于连接电脑 2 控制仪器 触屏 接上电源线后 将电源开关打开 触摸显示屏量起 进入主界面 点击系统设置 进入系统设置界面 等度连接模式 在此模式下可以通过主界面的流速设置 浓度设置 输出开关来达到设置对应浓度输出 也可以通过计算机上软件来实现对应浓度输出的控制 在此模式下进样触发按钮和梯度设置表无效 梯度模式 在此模式下可以设置梯度设置表来实现相应浓度 按照时间关系进行变化输出 在此模式下 主界面的流速设置和输出开关有效 但是浓度设置无效 浓度设置参数会根据梯度设置表 对应的时间自动变化 当点击进行触发按钮或外部产生进行触发信号时 浓度会开始梯度输出 状态及报警指示 如果设处设置 如果设备运行正常 状态栏标志为绿色状态 显示当前模式 当设备异常 当设备异常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